各位同學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如何做柔膠以及強化對焦的工作 在Final Cut Pro X裡面呢 有一些內建的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達到做柔膠以及強化對焦的功用 是非常好用的 這個柔膠它叫做Focus 強化對焦叫做Sharpen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首先我們用這個素材來做柔膠的工作 這個柔膠的工具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讓整個畫面濕焦 也可以讓局部清晰然後周邊濕焦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我們要觀看的重點 假設我們在這個移動的鏡頭裡面 我們要依次的顯現 做在其中的不同人物的面孔 那麼我們就可以設定關鍵點 然後讓主要的人物清晰 然後周邊的人物模糊 我們把這個工具叫出來 我們先選這個素材 然後把油表放在最前端 然後打開這個效果工具 效果工具裡面呢 我們在裡面 然後打上Focus Focus Focus跳出來之後 把它拖到這個素材上方 然後你看到它本身 預設的一個效果就是 這個圓心中心是清晰的位置 周邊是模糊的 那麼首先我告訴大家 如何將整個畫面變濕焦 就是在inspector裡面的 這個softness 這個按鈕 我們向右一直把它搬到1000 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是說整個畫面都是濕焦的 那濕焦的這個強度呢 我們可以根據amount來調整 比如說這樣是完全不濕焦 向右就是越來越濕焦 整個模糊 那這個可以幫助我們決定 我們要取得什麼樣的模糊的畫面 那這個模糊的畫面可以 單單做一個背景打上字幕 那麼現在呢 我們要使用它 付給我們這樣一個工具 來做一個定點的對焦 那我們就再把softness 把它回到中心清晰 周邊模糊的這個狀態 那中心這個範圍有多大 這樣我們可以看 emphasis是它整個的明暗 明暗的效果 影響不是太大 我們把它放中心 那width是指它的左右寬度 比如說我們移動它 你會看到它是左右 清楚模糊 那我們把它維持在一個中心 大約適中的位置 然後高度呢就是指上下 上下清楚模糊 上下清楚模糊 我們也把它放在一個適中的位置 好 那麼我們可以用油標 點這個中心 圓形的地方 我們把它拖到 我們要清楚的位置 假設一開始的畫面 我要放在這個地方 讓它清楚 那首先我們 要設關鍵點 所以在focus這個效果之後 這個地方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點它下拉視窗 然後點add 就是增加一個關鍵點 然後接下來你會看到 這邊有好多橘紅色的方塊 那就代表它現在自動 已經加入了關鍵點 在這個不同的屬性的設定裡面 它在這個位置都加上一個關鍵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移動 我們這個油標往後走 我們往後走的時候 看看這個圓圈會落到什麼位置 目前來講 到這個地方 我需要將這個 這個中心點放在這個人的身上 所以我把它挪過來 它就自動幫我們增加一個關鍵點 之後我們再往後移動 這邊維持清晰沒有問題 好 但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希望右邊這個人物清楚 所以我要把它挪到右邊來 好 然後繼續讓這個時間軸往下走 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讓後面這邊比較清楚一點 挪過去然後我們再往後走 大約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要讓左邊的人物清楚 所以我就把它拖到這邊來 好 然後再往後走 走到大約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要後面的人清楚 所以我就要把這個再拖過來 拖到它的位置 然後再往後走 走了一段之後 也許我決定到這個地方 我要讓整個畫面再模糊掉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softness再搬回到以前的位置 好 那這個就持續到結束 好 這個效果我們設好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剛剛設定的效果 從最初開始播放 看一下 所以它從左邊的人物 一直拖到右邊的人物清楚 然後跑到後邊的人物清楚 然後在左後方的人物 然後再移到最後邊 之後要逐漸全部模糊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所設定的這個效果 你可以看到這個圓形的圓圈 根據我們設定關鍵點 它不斷的左右移動 那個就是它的清晰的焦點 然後到最後面 然後到最後 然後模糊 這是我們剛剛所設定的一個效果 那下面呢我要介紹就是 這個如何做加強對焦或強化對焦 假設我們用下面這個素材 來看 這個素材 當攝影機在移動拍攝的時候 它這個自動對焦不是那麼的精確 我們看到人物有一點點的柔焦 有一點柔焦 所以我需要 我希望能夠改善這個畫面的對焦 所以呢我就先把我的這個 有表現選擇這個素材 然後把playhead放在上方 然後把這個取消 全面那個工具取消之後 也是在這個效果的資料庫裡面 我們打上sharpen s-h-a-r-p-e-n 然後我們看到在這個地方有一個sharpen的工具 我們只要拖過來 拖過來之後 我們只要設定一個就是amount 就是sharpen這個效果之下的amount 那它預設在2.5 就是它原本的設定 那這個設定呢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9我覺得是最高的 不要超過9 打上9然後enter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有明顯的改善 明顯的改善 比如說這兩個小朋友的臉 我們把這個效果點一下 就是取消這個效果看一下 這是沒有sharpen的效果 然後這是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再往後看一下 假設在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游標放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這裡是有sharpen 我們把sharpen拿掉 你看這是沒有sharpen的效果 這個是加上的sharpen效果 是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這整個的畫面 因為使用這個工具 使得整個畫面的這個畫質看起來 好像是稍微改善 而且變得比較好 比較清楚 那這個就是Final Cut Pro 內建的兩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介紹給大家 好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好的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 妳下次見